我现在每天醒来 不是做核酸 就是在小区的群里面抢菜 400个人抢40份菜 结果 自然是 有人欢喜 有人忧 我现在的状态是 每天两顿饭 早上稀饭 晚上米饭 晚上吃不完的米饭 第二天早上 继续熬稀饭 每顿一道青菜 比如大白菜吃完之后呢 把根部留着 加上水 过几天 又可以吃上新鲜的蔬菜了 听着可真心酸啊 近日 在上海居家隔离的 十八县 南亿人姚雨昕自曝近况 视频中的姚雨昕胡子邋遢 就像是个流浪汉 职业现在小区里的400个人 同时要抢40份菜 只能是有人欢喜 有人忧 就连剩下的白菜根 也不能浪费 瞬间引发网友热议 其实像姚雨昕的这种情况 只要是居家隔离的人 都能感同身受 哪怕是一线明星 也难逃此结啊 家人们 稳住我们能赢